大家好 今個禮拜的港股繼續坐過山車 其實低見是28,300多 當然你可知道今個禮拜困擾市 繼續是美國方面的10年期債息問題 債息的情況上個禮拜 鮑威爾說沒有使市場降溫 不過今個禮拜耶倫說反而令債息曾經一度跌回1.5的位置 不過臨近周末期間債息也抽升1.6附近 所以令到港股在weekend前面臨著比較大的抛上壓力 因為大家預計不到債息如何演繹或變化 其實那個狀況大家首先顧獲利的情況 畢竟在低位 港股在低位至今早的位置都達到1200附近 所以觸發了大家同步獲利 不過有一個比較好的狀況就是內地股市 暫時今週開始回穩之餘 所以連續兩天都是淨流入金額 所以都有幾十億 所以相對來說市場下個禮拜方面的債息 開始穩定或者香港同時 大家都預計債息不會急回 大家接受程度到底要多高 所以如果維持1.5至1.6 當然偏回到低位的話 市的氣氛會比較好 當然在打後當然也有業績的公佈 尤其是重磅的一些企業職 接下來在3月也會陸續公佈 所以也會對個別板塊或者個別股份 比較大的波動性有機會慢慢出現 而估計下個禮拜 其實也會有一個題材 其實圍繞在類伙後的行程 好像新能源 或者是一些今天炒得比較好的 就是一些潔淨能源的板塊 不是說一些風力發電 或者一些太陽能 反而是一些傳統性的股份 好像今天看到一些 就算是核電 或者是一些垃圾發電 那些系列的企業 其實彈幅都不錯 可能會變成大家關注著 兩會後的炭達峰議題之外 也會關注著企業業證方面表現 而下個禮拜也會預計港股 其實在下面低位 28,300附近 其實還有機會再試 或者可能試到 接近在28,000點這個位置 也不奇怪 但是上面的阻力維持 短期是一個二十天線 其實今天都接近大限 也不能夠自己向上收復 所以二十天線 接近29,700這個水平 其實那個阻力會再次明顯翻譯